今天的話第十次上課 因為課程內容相當的多 所以我會把我們上課的內容 基本上錄下來就放在我們的公告區裡面 如果前幾個學期 因為之前上課的風格是 我發現就上很快 等於是一次上課就把一個範例搞定 後來發現同學都反映說 老師你講太快了 但我不想快沒有辦法 因為上不完 東西沒辦法講完 所以我這學期可能會 本來可能要講 就是一次上課把它講完 我現在有時候講慢一點 要講兩次 兩次上課把它講完 當然會講得比較細 可是問題又變成 有些地方就變辦法 有些範例沒辦法講到 所以如果假設有一些範例 你如果覺得好像感覺意猶未盡 或是你想學更多的話 你可以再看前幾個學期的影片 OK 我在論壇裡面有 另外的話當然 我自己本身不是只有教 Excel VBA 其實我另外還有叫Python 那爬蟲最早 主要是先教Python的爬蟲 那因為在Python爬蟲的需求 就變成說爬下來之後先放資料庫 然後最後再轉了Excel 然後再把Excel打開 然後再做後續 感覺好像有點繞一圈的感覺 所以後來有同學就會問說 老師他是不是直接可以在Excel裡面 就寫爬蟲 直接就把資料爬到Excel 這樣我就不用藉由Python 把資料爬完之後再丟到Excel 再去做後續的 感覺好像會比較直接 而且如果假設你的工作需求 沒有那麼複雜 可能就是Excel一個 希望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的話 基本上我是覺得Excel VBA 應該是最佳的解法 另外的話像我最近上課也有很多企業 因為很多那個像 比如說金融業的相關的同學有問 他們其實也有反映過 因為我教Python的時候他們就說 老師可是問題 我們公司沒辦法安裝 因為現在金融相關機構 像銀行 或者像受險公司 他們如果要安裝任何軟體 都必須要經過上面的同意 所以他必須要上千層 然後確定說你這個軟體能不能安裝 但是最後跑一圈回來之後 大概一個月 最後結果還是不行 所以如果你學了Python的時候 跟你講說你不能這樣用的話 怎麼辦 所以最後的話 我是覺得好像 Excel VBA就比較不會這個問題 因為Excel VBA 本身就是裝在電腦裡面一定有的軟體 因為目前感覺好像Excel是一定會有的 OK 至於其他就不一定了 當然也有一些公司 之前有一些做法是希望說 能夠把Google的試算表 取代Excel 像蠻多大企業 或者像一些公務機關 為什麼 因為他就想省授權費用 因為如果假設你要買Excel 其實每一年都要付一個錢給微覽公司 但是後來好像聽說這個效果都不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還是不習慣用Google的試算表 固然這個Google的試算表 其實真的是可以取代 但是問題很多東西就是不一樣 就像說樞紐分析表 Excel裡面樞紐分析表 真的太好用了 那你說Google試算表裡面有沒有樞紐分析表 其實它有 但是它不叫樞紐分析表 它換了一個名稱 而且做法又不太一樣 可不可以做出結果 可以 但是完完全全又是另外一個東西了 所以變成你又要再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那你說老師 Excel裡面VBA可以寫程式 那Google試算表裡面可不可以寫程式 那也可以啦 不過它名稱不叫VBA 它叫GAS 它換個名稱了 OK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如果要換 你要重學了 因為以前你學過東西 你又不能用又要重買 那怎麼辦 其實我自己也教過GAS 那你說有什麼不一樣 我感覺好像都一樣的東西 那就是要學很多新的知識 變成說對一般來說 還是一個滿大的負擔 比如說你要把以前VBA成4 要把它轉成GAS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雖然我試過啦 如果你假設你那個GAS不會寫 那你會寫VBA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用那個ChargeBT幫忙轉 比如把VBA成4貼上 請你幫我轉成GAS成4 它就幫你轉了 貼上去真的可以用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某個程式語言 你會 但是你另外一個不會的話 其實是可以幫你翻譯的 我覺得現在AI 它翻譯的部分應該是還 我是覺得還算是OK 但是其實還是要Debug 我覺得可能你要養成的 目前我覺得你需要學的就是 你的那個程式的底子 可能還是要加強 當然不一定要很厲害啦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將來該怎麼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將來 可能不是你自己寫 因為可能有其他工程師幫你寫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讓他知道你要寫什麼東西 OK 所以目前的職場上需求大概是這樣 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利用那個什麼呢 大樂透 我希望分析一個很簡單的結果 所以只是一個問題好了 比如我希望知道 大樂透1到49號 哪一個號碼 它的出現 開獎之後出現的次數是最高的 當然最後的話 我們一樣 是先爬蟲 為什麼要爬蟲 因為它有74頁 如果你以前用圖法煉鋼的方式 變成你要Ctrl-C、Ctrl-V 你要做74次的複製貼上 才能夠把所有資料取得 如果你不想要重複做這件事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那個爬蟲來完成 不過啦 上個禮拜那個爬蟲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那個可以用Creditable嘛 然後給它兩個訊息 一個是網址 一個哪個Web Table 資料就下來了 再來的話 再利用CountIf 我講過了 CountIf這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利用什麼 最好是先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CountIf之後 那我就可以馬上算出 每個號碼 它開出來數量各是多少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你會方法是蠻快的 但如果你假設不會方法 那怎麼辦 光要做這件事情 我看你要做一整天都做不完 而且答案不一定正確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延續 如果假設我現在的資料 其實之前我們的資料是開放資料 它一個好處就是直接透過CSV下載 很簡單嘛 那你直接載 用Creditable這個物件 其實就可以載進來 可是呢 我們今天的範例 請各位找一下 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四個單元 那你們找一下 裡面有一個用IE物件 這個開頭好幾個 有四個吧 那去爬取什麼 爬取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那我在網路上找了一個 關於交通相關的開放資料 但是它的資料並不是CSV 而是網頁 OK 所以如果假設 所以你們找一下 應該在 我剛好更改一下名稱 如果假設你這個名稱不太對 你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重新 如果本來好像叫高速公路的資料 那個查詢吧 那因為我覺得這裡面不只高速公路的資料 那所以呢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那應該會找到一個叫交通部的 網路查詢網 就這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裡面的話 我覺得哇 它真的包山包海 包海什麼呢 郵政 鐵路 OK 鐵路的話它是 包含什麼 高鐵台鐵 然後捷運 所以如果假設 因為我們最常喜歡比較 有沒有 其實捷運 台北捷運 真的太好了 然後如果你跟台鐵一比較 又比較就有傷害 就哇 實在差太遠了 比如說事故率好了 轉點率好了 都不能真的是好像天壤之別 而且很多地方你覺得 真的台鐵不用太好了 你就把它把台北捷運當一個飯本好了 你就坐著跟台北捷運那個樣子就可以了 不過那個樣子好像就已經不得了了 什麼時候可以這樣 我想 不是 台北捷運好像太遙遠了 不然你就高鐵好了 跟高鐵一樣好就好了 好像還是很遙遠 為什麼同樣都是台灣的鐵道 但是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這到底為什麼 我就覺得每次到台鐵就覺得感覺 比如說你突然搭那個高鐵 再去轉台鐵的時候 你就覺得感覺好像從一個先進國家 跑到一個落後國家那種感覺 好像同樣的地方 奇怪站在旁邊 差別就這麼遙遠 為什麼 而且其實台鐵也在買新車 又不是不給你買新車 可是新車給你之後變成好像馬上就變很low的感覺 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 這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而且他們現在改製成那個公司嘛 有沒有 股份有公司 那大家不知道會不會 哪一天台鐵變得比較好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去日本做鐵道的 因為新幹線幾乎每一條線都把它做過一輪的 所以對於那個鐵道其實還蠻有改 因為以前我是開車的 很喜歡開 出門都知道 但後來發現好像鐵 自從喜歡做鐵路的之後 現在基本上不太開車 反而好像還蠻喜歡搭車的 搭車好像感覺真的可以放空 隨時你上車就可以 那開車不一樣 而且開車 那個路上三保那麼多 真的是感覺 而且越來越有年紀的感覺 哇壓力更大 所以現在能不開車就盡量不開車 其實背後其實很多原因 因為交通事故太多了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 在高速公路好了 底下有公路有沒有 公路部分的話 你想知道呢 最近的那個到底 政府的交通部有一些改善措施 到底有沒有幫助 OK 比如像有一些措施 像交通部有哪些措施 比如說像那個 什麼行人地獄要改善計畫 所以很多措施 那到底 行人的死亡人數 是否有下降 應該從哪時候算起來 應該從去年吧 開始 這一年到底有沒有改善 答案就在上面 所以第一個啦 我們先簡單找一個練習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我是找那個交通事故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公路裡面的交通事故 告訴公路有沒有 裡面的相關的訊息這邊都有 那其中的話 有你可以把它點進去交通違規好了 比如交通違規這個地方 那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大概有幾個地方 可能你要注意的 其實主要就是注意說你的統計期間 哪一個年到哪一年 如果你假設 它預設好像是79到113 太遠了 你太多了 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我不要這麼多 我大概就是 從110年好了 110年的一月還是100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你是要月還是年 我建議不要用月跟寒 因為它月跟年都混在一起 最好是你選 你要範圍小一點的話 那你就用月 如果你範圍大一點 那你就用年 它沒有寄 所以其實好像就是只有月跟年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說呢 每個月好了 110到113 每個月的那個什麼呢 高速公路 它裡面的相關的 哪一些我比較care的 比如說它裡面有沒有哪一些超速的好了 或者是什麼 有沒有還有哪一些比較 未保持安全區 這個也滿危險的 然後還有什麼 其他像酒駕的好了 OK 比如說這三個 也就是說呢 上面的部分是時間跟區間 這個比較好